最近高息定存特別多 只要走去中環走一轉 周圍都會見到有銀行的推廣 這個2.75厘夠高了吧 如果全期比較短 再加上以兌換資金開納定存 逛逛的都有超過10厘年息 錢長期擺銀行豈不是很著數 雖然這些外幣定存優惠表面很高息 但其實有不少細節位要大家留意 以下我們用英鎊去做例子 至少有三大細節位是要看清楚的 首先是全期短實際賺息少 10厘以上的高息優惠 大多只有7天全期 實際所賺的利息並不是大家想像這麼多 例如這麼多間銀行的英鎊定存入面 富邦就最積極 除了最近找鏡仔宣傳之外 英鎊定存連息都是最高 達到13.88厘 存入10萬港元等值的英鎊 7天之後可以拿到利息266元港幣 信銀國際都不差價 7天英鎊定存有13厘年息 但各間銀行實際賺息 計算出來就只有大概200多元港幣 第二個要注意的細節 是同銀行兌換外幣存在差價 我們要同銀行兌換英鎊 才可以開納外幣定存 而銀行的匯率一般都比方間高 營透證券IB的英鎊兌換價幾乎是貼近市價 所有銀行的英鎊兌換率都比它高 若果以銀行和銀行相比 南洋商業銀行的英鎊賣出價是最低的 10萬元港幣可以兌換10436.78英鎊 和匯豐相差48英鎊 即是相差達到460元港幣 這點的差價已經可能超越期內所能夠賺取的利息 最後一點是匯價風險 雖然全期只有7天 但如果這段時間英鎊貶值 亦都可能蠶食定存所得的利息 例如在今個月初 英鎊就曾經在一星期內跌了1.33% 想仔細了解各家銀行的7日英鎊定存優惠 和各銀行的英鎊匯率是怎樣 一起進入內文了解一下